有一些改变是在后撤当中在进行动作输出 而且目前为止效果不错 在连续几次转身动作之后 可能这个对田中药的整个近身也有一些影响 这个时候再出动作输出 拳法和腿法的输出可能会效果更好一点 其实从王喜甘萱的训练背景来讲 他出了这么多漂亮动作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从小五岁开始练跆拳道 一直练到现在 而且他在台前道这个项目当中 几乎能拿的冠军他都拿到了 你看现在王喜甘萱还是在后撤 做反击而且每次反击很准 你看这个前手版权速度很快 再次低扫反击 现在王喜甘萱还是在等对手出动作 逐渐地会把这个整个节奏控制在自己手里 现在这个场上的局势有一些改变 因为上来之后直接出动作 可能第一局来说王喜甘萱直接跟对手换拳 整个自己的空档比较大 田中耀在这个过程当中占了一些便宜 那么上来第二局之后 王喜甘萱我们看身高上有两公分的优势 整个从世界上也是 整个打击距离比较远 所以现在我们看王喜甘萱还是在一直往后撤 一直等对手出动作反击 是的 整灯 王喜甘萱看来从谭言道转战自由搏击的话 还在拳法上和对自己防守上需要一定的提高 乱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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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在梦园 拉寒在红园 在你是被握紧手撕裂的梦园 战体在重弦 胜利将会在重演 一力在枫叶 重视望着的容颜 痛得剧烈 尘死灵队 人将隐随 第三局 对比赛进入到第三局 第二局之后 这个王喜甘萱明显再次做了一些改变 所以第二局的效果还不错 漂亮 转身后摆腿啊 就是摆到了田中耀的下巴 但是这个力度可能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相信对于田中耀整个进攻来说 还是会给他增加一些压力啊 这个王喜甘萱一直是在找这种 比较清晰能够命中对手的机会啊 不去跟对手随意的去换拳和拼拳 从2005年到2015年 王喜甘萱在台军道这个项目上 每年平均能拿到三到四项的冠军 真的是拿冠军拿到手抽筋 所以我感觉他放弃了自己在台军道上 这些诸多的荣誉 转战自由搏击 然后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转型和历练 刚才是连续两次360度转身之后的一个后腾啊 这个台军道这个功底啊确实很强 是的 你看这个王喜甘萱一直是不会跟对手同时出拳去换拳去 等对手打完之后啊再去抓这个清晰的反击的这么一个时机 我感觉这也是比较聪明的 因为他拳法上确实是蓝方选手 田中耀要更胜一筹 所以你要跟他对拼拳法的话一定会吃亏的 对 可占不了什么优势啊 对 这个在第一局已经验证了 这个田中耀现在要想一些办法了 因为对手不去给你做硬拼 你要把他拉到这种环节当中来 发挥自己的优势 对 哦 转身 再一次转身后踢 推开之后的转身后白腿啊 这个有点像确实连KOKEM那腿啊 但是整个这个精准度上还差一点 看每一次分开之后整个王喜甘萱的动作 意识很清楚 我一定要打出来这么一个动作 第一个呢是给自己 给对手一个打完之后防止上一个压力 第二个从整个裁判判罚的角度来说 看得比较清楚清晰 对 在这个王喜甘萱的教练的口中 认为王喜甘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家教 有礼貌的孩子 从他的名字来讲 他特意给我介绍一下他的名字 他说他家他姓王喜呢是他家的辈分 甘萱是他爸爸妈妈家乡的谐音 甘萱也有苦尽甘来 充满朝气和光光的意思 所以从名字上这种讲究的程度中看出来 确实这个家庭非常有人文气息 是的 正东腿啊 李杰 我相信这样的家庭教训出来的孩子也是文武双全 今天王喜甘萱用了连续十几次的转身的动作 这场比赛王喜甘萱的腿法确实给他增添了很多色彩 好比赛结束 现在我来宣布裁判最终的裁决 一号裁判29比28 二号裁判29比27 三号裁判29比28 胜负非常明显 本场比赛获胜方式 红方胜 节目 金吉他 年纠的 刘萱 决 务 决 决 决 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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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